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談談文言語裏面 一詞多二的現象 一詞多二就是指一個詞語 含有兩個以上的意義 大家一齊看看以下的句子 非隱攻一法 破奇闊 二 招法白帝 無縮光靈 三 大王欲得逼 使人法書至趙王 四 書未法 威厚民事者 好了 以上四句之中都有法這個詞 他們的意義是否相同呢 試下猜猜他們在句子裡的意義 以上四句之中都有法這個詞 他們的意義分別都有不同的意思 第一個法字 他的意思是發射 即是說岳飛去隱攻一法的時候 那個法字的意思是解發射那支箭 第二個法字 招法白帝 是解出法 向白帝成這個地方出法 第三個法字 使人法書至趙王 是解出送出的意思 第四個法字 書未法 是解打開的意思 即是說這一封書信是並未打開 一個法字可以含有以上很多的意思 由此反映到文言文裡面 一字多二的現象 如果我們精細一些分析 發射其實是法字這個字本來的意思 稱為本義 而出法 送出 打開 等三個意思 都是引申出來的意思 我們就叫做引申義 我們再看下以下的例子 是吧 一 袍丁為民為君解牛 二 援公解管眾之束縛而相知 三 萬春之月 東風解凍 四 所跪於天下之時者 為人排患適難 解分亂而無所取也 五 大惑者 終生不解 五 大惑者 終生不解 好了 各位同學 不如你們又試一下用少許時間 去到解釋一下以上五句之中 解字的意思吧 我先使用少許時間 好了,第一句 袍丁慰文慰君解牛的解字里面 它的意思是解哉 或者知解 在第二句里面,這個解字是解解開 它後面的上字的意思是解再上 而它在這個上字用的地方是用名詞作動詞用的 所以整句解的意思就是援公幫觀眾解開了它的束縛 而令到它成為宰相 第三句里面,東風解凍解凍的意思是融解的意思 因為東風是在春天吹過來就融解了冬天的時候的動氣 第四句里面 解分亂的解的意思是調解 而第五句里面 終身不解的意思是解理解 或者靈 在上面的五個解字的意義里面 大家知不知哪一個才是解解的本義呢? 其實它的本義就是第一句解字 再,知解就是它的本義了 而其他的四項都是引申義來的 而且,在中學的階段裏面 其實我們就是需要知道 在字詞、在句子裏面的意義就已經足夠的了 不需要刻意地去記哪一個是本義 和哪一個是人生義的 現在考考一下大家 以下三句句子裏面的強字 大家知不知它們在句子裏面是有什麼意義呢? 一,還功當還強 用戰當用場 二,賞賜百千強 三,大臣強姦 好了,在第一句裏面 這個強字 是解有力的意思 因為 玩弓 即是拉一把弓箭 是需要用很大的力 這裡的意思就會解作有力 而在第二句裏面 因為前面有賞賜 所以後面這個強就不是說力量 而是解有餘的意思 即是說這個賞賜是有餘的 在第三句裏面 強姦的強字 是解揭力 即是說大臣去揭力去到進間的意思 最後,請同學嘗試運用剛才學到的知識 完成以下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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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備成為了 服務所要提供過 昨天才有今天 有幾個類型的 我醫生 我最愛用 谢谢大家